下面介绍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也是一个非常流行 也有名的吴建东学习的算法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特征降维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在认知的过程之中会主动化繁为解 如图所示 这里给出了一个人脸图像 虽然人脸图像我们可以用几百万个像素点进行表达 但是人的大脑在对几百万个像素点进行处理的时候 往往只会过滤出那些最重要的 最有信息的元素进行认知 右图给出了识别一只小鸡 人的大脑里面可能存在的一种化繁为简的一个过程 特征降维就是要把高维的数据投影映射到一个低维的止空间里面 从而起到了化繁为简的目的 曾经有一句话叫做 奥卡玛剃刀定律说过 如无必要物真实体 也就是说不要画舌天竺 简单有效就是好 我们要把一个高维数据投影映射到一个低维的内嵌子空间 这需要保证把高维的数据降维之后 它能够保持原始数据固有结构 什么是原始数据的固有结构呢 形象的书 如图像数据中视觉对象区域所构成的空间分布 文本数据中单词之间的共线相似或不相似 这些都是在图像和文本中所出现的一种结构或隐性的结构 在我们把原始数据进行一次映射之后 要保证它原有的结构不变 组成分分析里面涉及到统计里面的若干术语 下面我们先介绍几个有关统计的术语 一 方差 假设我们有n个数据 我们把n个数据记为大x 大x里面包含了n个小的xi 方差等于各个数据与样本均值之差的平方和的平均数 如图所示 xi减去所有的n个xi的均值平方哪家 再除以n 这就是方差计算的结果 很显然 方差描述了样本数据的波动程度 如果n个数据的方差很大 则表明 这n个数据彼此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这里的u是样本均值 即把所有的n个xi哪家起来除以n 定义了方差之后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斜方差 方差是定义在一维数据上的一种统计变量 斜方差是定义在n维数据 这里我们以两维数据为例 假设我们有n个两维的变量数据 我们计为大x大y 小xi和小yi就是大x大y里面包含的一组数 我们可以用斜方差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 如给定了n个两维变量之后 我们想基于给定的数据去判断x这一维度上的数据 和y这一维度上的数据之间是否相关 我们可以去计算它们的相关度 相关度等于xi减去x的均值 乘以yi减去y的均值 把n个xiyi的结果累加起来除以n 这里的ex和ey分别对应x和y的样本均值 为了更好的解释两维数据中 每一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有6组两维的数据 很显然 对于x这一维度上的6个数值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均值是ex等于9.33 对于y这维度上的6个数 我们也可以计算它的均值 等于23.67 我们用每一个xi减去它的均值 用每一个yi减去它的均值 得到了x维的方差和y维的方差 注意 一维数据的方差 等于这个数减去它的均值的平方 基于这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两维数据的斜方差 等于96.44 我们可以根据两维数据计算的 斜方差的结果来判断 这两维数据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两维数据 如广告投入与商品销售 天气状况与旅游出行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这两维数据之间的斜方差 来判断这维数据给出的两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关系 当这两维变量的斜方差的值大于0的时候 我们称x与y在线性相关的意义上是正相关 当斜方差的值小于0的时候 我们称x和y在线性相关的意义上是负相关 当斜方差的值等于0的时候 我们称xy不具有线性相关性 刚才我们看到两维数据之间的斜方差的值大于0 因此所对应的这六组数据的xi和yi之间具有相关性 在实际中我们需要把这种相关性规整到-1到正1的区间 这种规整的方法被称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皮尔森相关系数可以把两维变量之间的关联度 规整到一定的取值范围 皮尔森相关系数定义如下 xy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就等于x和y的斜方差 除以x的方差乘以y的方差开根号 我们仍然用刚才的六组两维数据做例子 这里可以看到刚才计算出来的结果 包括xi的均值 y的均值 x的方差 y的方差 以及x和y的斜方差 这里是96.44 在斜方差的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将斜方差除以x的方差 与y的方差的层级再开根号 把它规整到-1到正1的区间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六组两维数据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值等于1 等于1意味着 xi和yi在线性意义上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 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是通过yi等于2乘以xi加5 令xi取值为1,3,6,10,15,21之后 得到的yi的值 很显然 xi和yi是具有线性相关性 因此 他们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等于1 符合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定义 皮尔森相关系数具有如下的性质 即两维变量的相关性一定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正1 等于1的冲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常数a和b 使得y等于a乘以x再加b 皮尔森相关系数是对称的 即xy的相关系数等于y和x相关系数 我们由此可以延伸出如下的性质 皮尔森相关系数刻画了变量x和y之间的 线性相关的程度 如果x和y之间的相关性的绝对值越大 则两者在线性相关的意义下相关程度越大 如果两者的相关系数等于0 表示两者不存在任何的线性相关的关系 当然可能两者存在着其他非线性相关的关系 这里的正线性相关意味着 变量x增加的情况之下 变量y也随之增加 如前面所言的y等于2x加6 负线性相关意味着 变量x减少的情况之下 变量y反而增加 那么相关性和独立性有怎样的区别呢? 如果x和y线性不相关 很显然它们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等于0 如果x和y彼此独立 则一定存在着x和y的皮尔森叙数等于0 即x和y不存在任何的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 很显然 不相关是一个比独立要弱的概念 即独立不一定不相关 但是不相关不一定相互独立 独立指两个变量 彼此之间不相互影响 用了方差 斜方差 以及相关系数 这些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来介绍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特征降维的方法 它要保证 把原始的高维数据降维之后 要保持一个结构不变 这个结构就是要保持它的方差最大 也就是说在数理统计中 我们经常用方差来度量数据 和其助学期望及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这个偏离程度反映了数据的分布结构 因此主成分分析 要保证数据的分布结构不变 在很多实际问题中 研究数据和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PC降维之中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数据向方差最大的方向进行投影 这样可以使数据所蕴含的数据没有丢失 彰显个性 如左下图所示 我们把这四个数据向方向投影 很显然没有把这四个数据向方向投影 比向X方向投影要好 很显然 一旦投影之后 两维数据就被约减成一维数据 右下图 无论向X方向投影 还是向Y方向投影 所得到的数据的差异性 都没有向黄线这个平面投影 所得到的数据差异性好 因此 对右下图而言 应该尽可能的把两维数据向黄线方向进行投影 将投影所得到一维坐标作为降维的结果 组成分分析 是将N维特征数据映射到L维空间的一种降维的方法 这里N远远大于L 降维的结果 可以去除原始数据之间的冗余性 当然这种冗余性的去除 是通过去除相关性这一手段达到的目的 在PC中 我们将原始数据 向这些数据方差最大的方向进行投影 一旦发现了方差最大的投影方向 则继续寻找保持方差第二的方向进行投影 将每个数据从N维高维空间映射到L维低维空间 这样每个数据就能得到最好的K维特征 这一个K维特征可以保证每一维度上的投影的结果 它的方差都尽可能的大 我们现在定义若干的变量来解释PC算法的过程 假设我们有N个D维样本数据所构成的集合 其中每一个样本数据XI都是D维的数据 集合D可以表示成一个N层D的矩阵大X 我们也假定每一维度上的特征值均为0 即特征已经标准化了 那么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求取 且使用一个D乘以L的映射矩阵W 对原始数据大X进行降维 在映射矩阵的作用之下 给定一个样本XI 我们就可以把XI从D维空间 如下映射到L维空间 XI与W做一个矩阵相乘 这里XI是1乘D维 W是D乘L维 两者相乘就等于1乘L 也就是说XI就从了D维空间 转变到了L维空间 实现了从D维高维特征空间 降维到L维低维子空间的这个目的 那我们把所有降维后的数据 用Y来表示 这里有Y等于X与W的层级 这里的X就是我们的原始数据 它是N乘D维 每一行是一个样本数据 总共有N个样本数据 所以是N行 W是一个D乘L的矩阵 那么N乘D的矩阵 乘以D乘L的矩阵 就变成了N乘L的矩阵 这就是Y矩阵 Y矩阵是降维后的结果 每一行就是一个降维后的数据 它从了D维变成了L维 刚才我们讲到 PCA的目的是使得降维后的N个L维 样本数据得到的方差最大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降维后的数据是Y 它是一个N乘L维的 我们用Y的转字乘以Y 再取了一个矩阵机 矩阵机的意思就是把对角线的元素取出来 很显然对角线的元素 就是样本数据Y的方差 因此我们要保证这个方差最大 当然这个方差要除以N分之一 才是真正的无偏方差 我们做一些推导 Y的转字乘以Y 就等于W的转字乘以X的转字 再乘以X乘以W 我们把这个N分之一 移到矩阵里面去 变成了W的转字乘以N分之一 乘以X转字 再乘以X再乘以W 对它取对角线的乘级 N分之一X转字乘以X 我们把它计为Sigma 这个Sigma就是降维前 N个D为样本数据X的斜方差矩阵 因此主成分分析的求解目标函数 就演变成 我们要寻找一个映射函数W W的转字乘以原始样本空间的斜方差矩阵 再乘以W 它的G要最大 也就是说要保证投影后的样本空间 方差最大 当然我们还要这一个目标函数 满足如下约束条件 即W的转字乘以W等于1 这个约束是为了保证 所得到的映射结果 它的相关性更小 也就是要保证映射结果的证交性 因为我们把一个高维数据 映射到了一个低维空间 我们总是希望去除它的冗余度 什么时候具有冗余度 是因为样本空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就大量存在着冗余性 我们加这个约束 是保证了样本去除冗余性 从而保证了它的相关性减少 这是一个带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 即要保证它的这个证交性 要保证一个映射函数 W使得映射后的结果的方差最大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带约束的最优化的问题 通过拉格朗日乘子 把它转换成无约束的最优化问题 即我们定义一个拉格朗日函数LWγ 它就等于我们的目标函数 减去γi乘以每一个约束项 总共有多少个约束项呢 总共有L个约束项 因为要保证L个映射向量之间彼此正交 对于上述的拉格朗日函数中的变量 Wi求偏导 并令导数为0 我们会得到 斜方差矩阵乘以Wi 等于λi乘以Wi 注意 这是一个矩阵乘以一个向量 等于一个数值乘以一个矩阵 这就是矩阵σ的特征向量相乘 等于这个矩阵所对应的特征根 乘以它的特征向量 于是这就表明每一个Wi都是N个D为样本数据 大X的斜方差矩阵σ中的一个特征向量 而λi是这个特征向量所对应的特征值 可见在主成分分析中 我们为了求到一个映射矩阵W 在上述的推导中 在上述的推导中我们知道 这个映射矩阵W是由L个低维的特征向量构成的 而这L个低维的特征向量 就对应着原始样本数据的斜方差矩阵 所得到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 最优化方差最大等于原始样本数据 大X的斜方差矩阵σ的特征和 那么为了使方差最大 我们可以求得斜方差矩阵σ的特征向量和 然后取L个最大特征根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组成的映射矩阵W即可 注意每个特征向量Wi 与原始数据Xi的维数是一样的 均为D 这里给出了组成分析算法的算法描述 它的输入是N个D为 样本数据所构成的矩阵大X 然后我们定义降维后的维数为L 输出就是映射矩阵 大W 大W由L个低维的映射向量所构成 算法包括如下五步 一、对于每个样本数据Xi进行中心化处理 二、计算原始样本数据的斜方差矩阵 三、对斜方差矩阵σ进行特征值分解 对所得到的特征根按其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四、取前L个最大特征根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组成我们的映射函数 五、将每个样本数据Xi按照如下方法进行降维 即Xi与W做一个矩阵相乘 Xi是E乘D为 W是D乘L为 这个矩阵相乘的结果就是E乘L 也就是说把Xi从高维空间映射到了L为低维子空间 完成PC降维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